白手起家的投资鬼才,伯纳德巴鲁克巴鲁克1870,1965,美国金融家,政治家和政治顾问,股市的投机者,他既是白手起家的成功典范,又是善于把握先机的股票交易商,既是手段灵活的投资商,也是通晓经济发展的政治家,人们对他怪异投机大师。 独狼,总统顾问,公元常以政治家等名号,然而人们更愿意称他为在股市大崩溃前跑出的人,创造第一个奇迹,1897年,阿鲁克创造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奇迹,那年春天的华尔街,美国链堂公司的股票开始暴跌,陷入悲观情绪的人们开始疯狂的抛售,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一下降低国外糖进口税的提案,同时众议院也正在进行类似的立法程式,参议院的一举一动,时刻牵动着股市的涨跌,但巴鲁克坚信参议院不会通过这项提案, 他认为西方的铁菜肉职主门和华尔街一样,希望通过关税保护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于是,他用300美元为定金,供入了3000美元股票, 后来,果然如巴鲁克所料,参议院否决了这项提案,美国链堂公司的股票连续暴涨,仅仅300美元,就让他赚了6万美元, 30岁成为百万富翁,1898年,巴鲁克的投资才华,再次让华尔街感到了震惊,正在新泽西州老布兰奇, 陪妻子和家人共度折磨的巴鲁克,从老板豪斯曼处德之心班, 牙舰队在圣地亚哥已经对美国海军见面,美国已经取得了美西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巴鲁克立刻意识到,这一胜利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 美国的金融市场将随之快速反弹,甚至有可能出现强劲势头。 第二天是7月4号国庆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按照惯例将停业一天, 但是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应该和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此时如果在伦敦低价购定股票,然后在纽约的高价抛出,中间的差额利润将是可观的。 可难题是,巴鲁克如何在第二天伦敦证券交易所敲钟开盘之前, 赶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由于时差,伦敦证券交易所开盘时, 纽约才刚凌晨5点钟,由于国庆日前一天,已经没有到纽约的火车, 巴鲁克集中甚至租了一列专车,连夜向纽约狂奔,最终在天亮时赶回办公室, 向伦敦发出了大量致敬股票的电传。 第二天,因为相信和平将带来好运,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开始纷纷上涨, 巴鲁克让老板和自己都稳稳的赚了一大笔。 当时,在华尔街比拼的投资者,几乎每个人都是某一领域的高手, 或者经济专家,或者风险投资家,或市场内交易人,投资银行家, 而巴鲁克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将所有这些角色给予一生,成为投资的多面手。 从1897年到1900年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巴鲁克的个人资产上升到了100万美元, 从一个意闻不明的穷小子,变成了令人羡慕的百万富翁。 而在1916年,巴鲁克的净收入,已经达到200万美元。 博奈德巴鲁克的十句经典投资心得, 一,我能度过灾难,是因为我每次都抛得过早。 二,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继续涨。 当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马进,不要管它的是否还会再下跌。 三,心高运于心高,心低运于心低。 四,谁要是说,自己总能够抄底逃顶,那准是在撒谎。 五,别希望自己每次都正确,如果犯了错,越困值损越好。 六,谁活得最久,才活得最逍遥,才赚得最自在。 七,他们不是被市场打败的,是被自己打败的。 八,作为投资者,肯定有些股票会让人赔得刻骨铭心。 九,一个人必须理解理性和情感,在交替影响市场时的相互作用。 十对电荷给你内幕消息的人士,无论是立法师,美容师还是餐馆讨堂的,都要小心。 交易系统的思路一,从历史牛股的市值变化,股价变化,股本扩张,股本之间分析,寻找主力在制造什么样牛股。 二,从历史上赚钱投机者的操作频率,资产变化,赚钱的个股从什么价位持有到什么价位进行分析。 从历史上赔钱的投机者的操作频率,资产变化,赔钱的个股从什么价位持有到什么价位,这些赔钱的个股在股本和业绩等,有什么性质进行分析。 从而寻找最佳的操作频率,资产阻力位,股价阻力位。 三,通过的到达分析,这在你的交易系统说明中有充分的体表,股东数据分析,换手率分析,指数对大盘中心的偏离度分析,寻找买点和卖点。 四,指数偏离大盘中心的程度与仓位线性关系探索,创立指数和仓位的年度方程和季度方程。 五,个股的排他性分析,特别是对回调个股的时间、幅度、交易量分析,空中加油的特性分析,确立参与目标个股的最优数量、最优委托比数和最优的委托时间间隔。 总之,一个交易系统的形成除了有市场普遍性具有的特点外,也应有每个人个人的性格特点。 对于极致交易秒、小时、短线小时雨天、中线周雨月、长线月雨年不同交易方式的人,其中已含有个人的操作特点,也应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的市场股票、期货、期权、假差交易、权证、基金、债券、外汇等在交易系统中格子项的偏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就是使用的技术分析系统参数也应做充分的调整。 交易策略也应有主策之分,从而使整个交易系统很明确。 不谈交易之前的分,新策略,从交易一开始,交易系统最终要牢牢把握的就是三点一个买点与二个卖点,指引目标点与风险控制点。 从而在不明确的市场中以给律的方式获胜结,短阳长从而获取总的利润。 主 交易系统 特别是建立在大规模数据分析制上的智能交易系统,需要充分模型化市场因素和交易整个性品质。 而本文中关于交易系统和新内涵的提法,是有具体启发意义的。 交易成功的全部秘诀就是,始终如一的坚持用自己的交易系统来交易,投资的成功,重要的不是看你的工具有多么强大和优秀,而是你能否用好你的交易工具。 在通往财富梦想的道路上,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专注和坚持一个良好的交易系统。 专注和坚持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当你真正做到这一点时,你就可以创造你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奇迹。 坚持使用一个成功的交易系统,是小人物成就大事业的不二选择。 任何交易者都必须要将小事做成大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不要轻易怀疑自己已经经过验证的良好的交易系统。 成功的交易者有着一种与普通交易者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交易态度。 那就是所有的成功交易者都坚信,坚持使用一个成功的交易系统,是小人物成就大事业的不二选择。 怀疑自己的交易系统是投资毁灭的开始。 超级操盘手笔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素质。 成功的交易者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素质。 他们拥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严谨的交易态度,强烈的自信心,果敢,和面对失败永不言败的精神。 即使在市场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能完全按照系统交易。 因为他们知道,成功就是要有远大的目光,克服人性短视的弱点,有坚持一个固定的盈利模式的耐心和信心。 分试图上白线与黄线的罕易白色是及时成交价限,波动非常明显。 代表当前成交的及时价格,黄线是当日平均成本线,是根据每笔成交量,按照移动价权计算的价格的反应,体现当日的平均成本。 基本要绝,与K线均线的道理一样,白线向上脱离黄线较高时,通常会向下回荡,向黄线靠近。 而白线向下跌离黄线较远时,通常会向上反弹,向黄线靠拢,因此,可能有的骨有追障当日被套大部分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在白线向上脱离黄线太远时才追障满入,结果满入后当日就下跌。 如果这时候,该骨在日K线图上骨在位置,又向上远高于5日均线,基本短线肯定被套,一般关系图的走势都是这样。 只有上停或者接近上停,跌停或者接近跌停的比较极端的行情不适用。 一,白色线围绕黄色线上下波动式常态,白色线始终在黄线之上,偶尔会向下破黄线。 短时间内重新拉回黄线之上为强势。 黄线构成对白线的支撑,白色线与黄线始终向下,偶尔会上穿黄线。 短时间内重新回到黄线以下,黄线构成对白线的压力为弱势。 二,常态行情,特别是盘整中的个股,小鹰小羊夹杂的走势,可以在分石图中采取这种做法。 就是在白色线掉在黄线下较远的地方满入,再次日白色线在黄线以上较高的地方抛出。 这是短线实战能力较强的骨有在盘整中拨短叉的做法。 对新股有可能不太适合。 上面的第二图,就比较适合做短差。 分石图买卖技巧分石图试制大盘和个股的动态实施,即是分石走势图。 其在市价研判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是即是把握多红力量,转化,即是市场变化直接的根本所在。 一,白色曲线,表示该种股票即是实施成交的价格。 二,黄色曲线,表示该种股票即是成交的平均价格,即当天成交总金额除以成交总股数。 三,黄色注线,在红拔曲线图下方,用来表示每一分钟的成交量。 四,成交明细,在盘面的U下方为成交明细显示,显示动态每笔成交的价格和手术。 分石图操作原则,分石低开的意义。 低开通常是没有主意的参与,随着大盘走动导致的,或者是庄家问了洗盘,以便后期长时间横盘运行后拉升。 又或者是庄家前日大量出货所导致的低开,若是前期大量分石波动比较大,并在第二天出现低开低走行情,此时投资者应该及时出局。 庄家为了套牢跟风盘从而低开,此时投资者就应该会比风险。 还有就是庄家故意低开卖货,表现幅度较大,在下方运行较长一段时间,尾盘多突然拉升,再次吸引跟风出货。 庄家利用别人捡便宜的心理卖货,也有发生。 看下图,分是高开的意义,开盘是庄家操控股价的开始。 通常情况下,庄家会通过集合竞价来掌控开盘价,从而实现自己当日的操盘计划。 高开分为两种,幅度适当高开和大幅的高开,适当的高开有利于庄家控制筹码的稳定性。 有利好消息的个股,一般会大幅高开,冲上涨停,当出现主力高开出货,或者是收银洗盘的形态投资者必须回避。 当然也需要结合大盘做分析,下边结合实力看看。 分时图战法,从分时解读主力资金强弱资金,推动是股价上涨的本质。 买的人多了就会推动股价上涨,卖的人多了就会带动股价下跌。 分时图股价变化的线条,就是主力行为的痕迹。 通过对分时图线条的正确识别,就能大概知道装则金介入的强弱。 均价线,即分时图中的黄色线条,当月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交两所得出的值。 是当月市场平均成本的呈现,量和价共同产生的结果。 是当月多空双方博弈的储和汉界,但即使股价在均价限制上, 说明当日进场的资金大都是赚钱的,但即使股价在均价限制下, 说明当日进场的资金大都是亏损的,那么主力介入程度越强, 均价线所产生的角度就越大。 一个好的分时有以下特征,上涨时线条顺滑挺拨45度为一,放量上涨缩量调整,量比与股价横盘共振,盘口轻,以一口气上涨,二小时为一。 裁家买趴均均有计划,轻家线顺滑向上比突变向上得好, 一段趋劲内这种健康分时多股价质涨,积累上涨都能。 如此牛把量价关系按数学模型排列,共分九州,包含了股价全部变化情况, 适用于分时和K线图分析。 读者去细细领会,裁家分比棒量手法研究, 这种上涨常见于主力高控盘的个股走势上,放量上涨然后横盘整理,要注意的是调整时量不能放大,要不由拉高震荡出货嫌疑。 这种上涨方式在盘中也很常见,也属高控盘股票拉升的手法。 看上图,其实震量左边和放量右边的横盘地带资金进流入可以忽略,这一天主力实际流利资金力度并不大的,表现顶部特征。 所有个股在波动的过程中,都会形成顶部,中线的,短线的,日线的,温时线的。 股票下来之前一定会出现拉高放量,没拉高,也没放量,就不怕。 股价之所以形成短线走势,就是因为盘中没有中线资金进行运作,短线资金的资金量往往较少,因此持仓的程度并不高, 一旦有了上涨空间庄稼就会进行出货,又由于庄稼持仓量不高,所以出货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来完成。 由于短线庄稼的持仓量并不高,所以投资者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如果利用K线的房来选择卖点,往往不会卖到好的价位处。 所以进行短线操作买点,要按分时图的变化形成来确定,同样卖点也需要利用分时图的量能配合来确定。 短线庄稼的出货,在分时图中会有非常明显的波动规律。 虽然这些规律偶尔会有一些变形,但修革新思路确实不会变大,庄稼要出货必然要有足够的空间进行震盪,否则没有太大的空间庄稼的主动性抛盘一旦涌出,股价便会快速下跌,从而也会影响到庄稼的成本。 因此短线庄稼要决定在某天出货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个高高的开盘价,股价的高开,就为庄稼在当天出货提供了很大的震荡空间。 因此短线庄稼出货的时候常见的形态往往是,一根大阳线,第二天高开出货,投资知道,万千榜门,只有找到合适自己的投资方法,并且长期坚持,才能在正确市场中存活。 但是,很多投资人入市的动机,只是想短期捞一票,从未设定长期的投资目标,也不知道自己的立身之本是什么,跟风,赌博。 这种短期心态,是造成粉饰的重要原因,投资是一条以生命终点为终点的长跑,投机追求的是短,平,快,操作时间必然不长,这决定了对手盘市整个市场。 是其他的投资者,市场短期是零和游戏,加上要除去交易费用,实际上是符合游戏。 短期内财富并不增加,也不会无人无故减少,也计财富守恒定律,市场必然是大多数人赔钱,少数赚钱,因为这样才会完成财富守恒。 当然也可能少数人赔大量金钱,大多数赚钱,这也满足财富守恒。 但市场大户,机构,在渠道,消息,智力,对商业模式的把握以及行业前景的判断方面,都比市场大多数人有优势。 所以这只是理论上的与常识相悲,所以不成立,市场会往大多数人预料的相反方向运行,这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 因为只有这样游戏才能进行的下去,就像压大小,市场会选择压得最少的一方获胜,困难的是市场是及时的。 你无法知道市场大多数人的操作方向,也就是说你压的次数越多,输的概率越大,操作次数越多失败的概率越大。 这也引证了资本市场成名的大师,为什么市价值投资的多,而投机的走去市路数的少之又少,而且仅有的几个月晚节不保,下场稀量。 但长期价值投资就不一样,可以所有人都赚钱,因为这是赚企业发展的钱,赚企业成长的钱。 比如巴佩特在1972年买入的时候,净利润1208万美元,当时报价3000万美元,失盈率阶级15倍,就证巴佩都嫌贵了,但芒格坚持想买。 两人讨论一番个人一步,最后报价12倍是盈率,2500万美元,最后买家接受,成为仪式经典。 寻找盈利模式是所有投资者最关心的,要想在市场中稳定获胜,首先就需要明白市场的盈利模式,按照盈利模式去操作,才能在市场获利,否则只能为市场做贡献。 很多人之所以亏钱就是没有找到固定的,符合自己的盈利模式,不断的出错,不明不白的下市场交学费。 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亏的,要成为股师投资大师,一定要多研究,多学习。 如果在这个市场里,有一个能够长久不败的导师,这个导师一定就是这个市场,我们要敬畏它,熟悉它,感知它,最后能够和它一起比较和谐相处,把自己的投资人生和自己市场的律动能够结合起来。 股票市场中的股民们老喜爱抓涨停,抓牛股,抓涨停,抓主圣浪等等。 说白了,股民即使喜爱抓上涨的个股,通常上涨的上的个股股民们都看不上,就喜爱抓那些一天能够翻两倍或血里上的个股。 但是通常这些上涨幅度大的个股,前期的折服器但是适当的漫长,所以还是那句话,学习办法和窍门,想要抓上这么一只上涨幅度大的个股。 前期就要做好足够的准备工作,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